大家好,歡迎繼續回來FM19《舞女之路》第四集 上一集就跟大家說了 割足亞洲盃淘汰賽就抽到沙特阿拉伯 舞球王帶領的龍之隊可不可以再進一步呢? 我們先無意幾天到比賽那一天吧 先看其他比賽的結果 卡塔爾晉級的南韓擊敗了阿聯酋 澳洲擊敗了香港 烏茲比哈斯坦4比0贏了越南 亞曼贏了馬來西亞 北韓贏了伊拉克 好,看看我們中國龍之隊可不可以再進一步 然後看看我們的手法 舞女搭著張玉玲 跟前幾場沒什麼差別 好像跟上一場簡直是一模一樣 看看他們的表現如何 沙特阿拉伯 你說現實來說是強隊 也算 但我不知道FM球員的能力可不可以 剛剛開場的這20分鐘 中國隊按著來踢 看看這次是否中國的機會 張情動 不給到舞女 給張情動 天路的突破 張玉玲的頭脫 歪了叮叮叮 按著來砌 沙特連一腳射門機會都沒有 但要留意的是 我們的球員的體力好像是驟降 好看 跌得好厲害 半場沒踢完 已經是有些人剩下60%的體力了 但半場我們真的夠威 12腳射門 這邊沙特是一腳都沒有 不過你不進球的話 這樣搞法你的體力真的不行 楊玉 嘩 頂了舞女下去 死了 行不行 這麼冒險 然後 浩俊敏也上來了 嘩 沒有球 也不讓他繼續踢 張希哲又上 75分鐘 中國隊用完三個換人名額 看看這次的進攻 吳希 正姿 張希哲 真的要力點 這麼近 你也不進 不是吧 真板靈 這樣 還有 這次是任航的頭鎚 這段好像要玩弓 但你看到體力真的沒有 特別是正姿 正姿 完全沒有體力 好 沙特阿拉伯的國球 好 糟糕 你看看你們 你們不斷射也沒有用 沙特阿拉伯 不知道第幾腳的射門 這一腳 讓人看看 門前的 撿計 先第2腳射門 2腳射門 就是1個球 中國隊射22腳 嘩 這個效率怎麼搞 最後一擊 空俊敏 給回 不 波都傳不出來 沒有了 唉 真的 22腳射門 大哥 22腳射門 一個波都沒有 人家射了兩腳就有了 好時間 最後一擊 李學鵬 這個轉移 唉 回家 算了算了 你們 嘩 你們踢什麼 十腳中龍 一個波都沒有 你給高比生10個 他也有一個是兒子 雖然他現在4中0 你不是這麼鐵 你還鐵過渣科 唉 真是 球員評分 唉 慘淡 阿武女 都不知道幹什麼 下半場一出來就被人換下 只有6.3分 最大是我們的球員體力問題 太嚴重了 這樣真的不行 好 那麼亞洲杯結束回來 看看愛斯賓奴的賽程 嘩 巧道 一回來馬上就來巴塞羅拿打比 這麼聰明 看看2月2號 我們看看 沒有球員有沒有機會上場 嘩又一次加拿太球員之爭 進到來現場 踢完亞洲杯之後 沒累 主力位置 沒想到 打替堡 唉 失望 失望 還記不記得還沒走之前 還CAPTON CHINESE 踢完亞洲杯 連位都被人搶 第二分鐘 嘩 愛斯賓奴 首先取得入球 嘩 這麼意外 這個 巴塞羅拿打比 有些看頭 這個任意球 不是很漂亮 阿迪斯特根 是不是未業很新 阿迪斯特根 來到第3 3分鐘 那傑迪的調動 傳中 跟著小禁區裡面的蘇瓦雷斯 頭巡一座 斑平比分 下半場第65分鐘 啊 沒力出來了 加太球員 正面硬BAN 來吧 一決高鞋 馬上巴塞就有一個進攻 比基就頂中條尾 蘇瓦雷斯撿雞 巴塞煩超 我是沒有球王 要發力 來到保時的最後一分鐘 那美斯就受傷 但是比賽就結束了 巴塞僅僅是一波險勝愛斯賓奴 其實統計的話 就肯定是巴塞全方位壓制愛斯賓奴 19腳射門 7腳射正 愛斯賓奴都OK 一腳射正就有一個球 高效 我們再看看母女的數據 9次傳球 一個射門都沒有 上了多少分鐘 計算保時都差不多40分鐘 6.6分 不算太差 那我們來看看 艾斯賓奴如下的賽程 然後這一兩個月就強手 強敵就沒有太多 來到4月份就發現了一場 是客場挑戰馬體會的比賽 比較強 什麼劍老師說 母女的跑位好像基士文 剛剛我們來看看 正版基士文 和正版母女的對碰 無意之言我們再看看西甲的轉會槍 這個冬季轉會槍 然後發現是這個威廉 黑社會的中鋒 威廉 就去了上海上廣 你說大的交易就沒有 拿祖去了曼聯 艾斯柏斯去了巴塞 其他的話 就 不算太過驚人的交易 而目前的積分榜 巴塞就 領先9分 但是 黃馬就少了兩輪 即是說還是咬得很緊 基本上 我們就無意到 4月份 看看 正版機士文 VS 正版母女 我們就不要說翻版機士文 好像看不起母女 我應該說是 翻版機士文 面對翻版母女 會是怎樣呢 回到4月份 我們看看積分榜 巴塞拉開了差距 有4分 和黃馬 嘩 馬替會 完全是追不上前面的兩個人 而看愛斯柏奴 水深火熱當中 在鋼斑區裡面 24分 母女的狀態好像是不錯 但是數據就 似乎沒有什麼大的變動 都是 到目前為止 就進了兩個波 兩個座宮 平均分 6.72分 那 不算太過經驗了 那進來比賽的現場 又打提寶 啊 還是提寶啊 母女 似乎她那個 在球隊的位置 真的被人削弱了 來到第三十七分鐘 迪亞高盧比士 唉 她削弱了 為什麼我看了 看了這些愛斯柏奴的比賽 就是在FM裡面 看了 迪亞高盧比士 都一定失誤 不多不少都失誤 現在第四集 每一集她都有失誤 怎麼這麼邪 這傢伙真是 然後第七十八分鐘 邊路的斬足 好 無故吹點球 無故吹點球 為何會 這個美顏 在禁區 混蛋 就吹了點球 距離主法 搞定 嘩 這兩個濕波 真的看到我一頭霧水 什麼意思 好 最後就是 馬體會主場2比0 敬愛斯頓 孟女 是上了 是上了來的 但是你都看到了 阿斯頓 碏泥 連他一腳射門 為何惡 射了20腳都幾腳 準備30腳 唉 上來也沒有用 不過她也 他有6.6分 無故 你看一個 一個射門也沒有 四腳傳球 打一下醬油 也全部 Gibson 有用嗎 踢完這場球之後 剩下這個月又沒有什麼大人物 不是大的對手 來到五月份 五月五日 有一場對陣和馬的比賽 又是黑場 唉 應該都空多吉少了 不過我們還是要看一下 捧一下場吧 好了 五月份了 哇 和馬真的逆襲 排回第一 壓著巴塞 現在反過來 再看一看下面的愛斯賓好 唉 慘了 還在鋼級區裡面 水深火燃 30分 慘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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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鋼級的話怎麼辦 沒有球王 還有沒有莫斯科球隊接手 現在去莫斯科也不像 還要看無路的數據 一點都沒有變化 方式不是這些球 方式不是最近的比賽 他應該都是踢體堡 數據一點都沒有改變 我看他的明星 嘩 剩下一個星 糟了糟了糟了 在這裡真的浪費了時間 開球之前 我們看到巴塞是贏了球 唉 這樣就糟了 這場球王馬 一定是 搏到盡了 那倒楣了 愛斯賓龍 估計又是要被人大炒 手法名單 依然是毫無意外 母女還是踢體堡 唉 沒有啊沒有啊 空多吉少啊 愛斯賓龍 慘啊 嘩 第一分鐘就有精彩鏡頭了 嘩 巴里第一分鐘就入球了 愛斯賓龍 第十六分鐘 卻奧斯任意球開出 嘩 又點球 嘩 又點球 嘩 啊 幹什麼啊 愛斯賓龍 長長球都這麼虧了 又送點 拉莫斯 嘩 二比零了 十六分鐘就 來到很大 七十二分鐘 母女 是這個時間的 那我替堡出場了 一出來這邊 這邊似乎皇馬又有精彩鏡頭了 不是 愛斯賓龍這邊的門將 羅佛圖 撥著個球 一個大腳 頂出來 摩迪 祥歐斯 給到邊路的巴里 解圍出來 嘩 是愛斯賓龍的進攻 看上去是 嘩 母女 射門 嘩 沒進 這個球不是進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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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我看到那個網子動 嘩 頂 嘩 馬母女 慘啊 柱南啊 剛才那個球好像那個網子動了 怎麼不是的 你想想 進了球的話 那個什麼劍老師又要出去 那最後就全場比賽結束 黃馬就三波贏了 愛斯賓龍 但是這次愛斯賓龍就有十腳射門 比起上一場 踢馬體會啊 踢巴賽啊 似乎都有點進步 母女 啊 好遺憾了 今天 我看來那個球好像進了 但是那個VAR就看到是沒有過門線 很遺憾了 有6.7分 其實踢得不錯的 大家看到了 愛斯賓龍剩下兩輪的情況下 還是在鋼斑區裡面 而黃馬呢 就領先巴賽一分 西甲的大結局 你們覺得是會怎樣呢 我們下一集再跟大家分享啦 喜歡的朋友希望多點讚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 MING PAO CANADA